为了给女儿治病,我带着她进入恐怖游戏,女儿不小心碰到玩具飞机,队友生气,这可是小boss最喜欢的玩具,你这个小拖油瓶是想害死我们吗? 下一秒,衣柜里爬出一个黑发红铜的小男孩,下半身拖着长长的蛇尾,吓得女儿挖的一声哭了,弹幕嘲讽着,吵得烦死了,小boss能不能快点弄死这对碍眼的母女? 却见小男孩用尾巴卷起玩具送到她面前,妹妹,你别哭了,而我被从天而降的蛇尾缠住腰身,乖乖,吴早就说过,你逃不掉的 订阅恋恋推文,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正文现在开始,我牵着女儿荣蓉的手刚落地,就被一个戴着眼镜的胖妇人推进铁门,快快快,抓紧时间上课,再晚就没位置了 我不动声色地观察着一起进来的玩家,我和荣蓉前面是个干瘦的老头,在我们打量他的时候,老头也在打量我们,哼,带小孩进副本的 道士少见,我叫吴年涛,我冲他笑笑,我叫江曼,这是我女儿,江荣,荣蓉牵着我的衣袖,有些腼腆地和他打招呼,爷爷好 老头轻哼了一声,眼角的皱纹却加深了些,我们仨一派和谐,后面三个人道士吵吵嚷嚷嚷,胖妇人步子很快,很快就进了一间教室 我抬头看到,门牌上写着五年级三班的字样,我们刚进教室,尖锐的铃声便响了起来,我们三人都抓紧时间找到后排空位置 刚坐下,荣蓉就小声道,这里只有五个空位,可是一共有六个玩家 我环顾四周才发现,其他座位上都坐满了身着校服的学生 只不过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很麻木很空洞,不像活人 我的心情有些沉重,如果发生追逐,荣蓉无疑是这些怪物的首要追击目标 如今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门外的三个玩家是一对情侣和一个女孩 后者显然和情侣中的女孩是朋友关系 三人发现只有两个位置之后,情侣中的男人先拉着女友站了位置 小锦,你去后面再看看有没有别的座位吧 被换作小锦的女孩脸上露出一丝不满 在发现后面没有空位后,变得慌乱起来 周杭,都是因为你拖着我们慢慢走,才会找不到位置 他跑回女孩身边,用祈求的语气道 田田,我和你挤一挤吧,我们两个人坐一个位置好不好 我不想死 田田刚犹豫了几秒,上课铃声停了 小锦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跟田田挤到一张椅子上 胖妇人怒冲冲从讲台下来 沉闷的脚步声在地板上发出令人牙酸的摩擦声 她抽出戒齿,啪的一声拍在桌上 女生就是麻烦 其他本来正惊危坐的学生们,突然都一致朝着田田和小锦笑了起来 他们一边笑,一边重复着 真麻烦,麻烦惊 胖妇人伸出又肥又粗的手指,挑起小锦的刘海 果然女生就是容易堕落 留这个头发,想要勾引哪个男同学 由头公主,快抬头让大家看看 学生们重复着,由头公主 由头公主 小锦的脸一会儿白一会儿红,似乎真的回到了课堂 她精神恍惚,嘴里喃喃着 我不是好学生,我勾引男同学 我一边思索着该不该帮她解围 一边看着实时弹幕,第一次看别人通关 看得我自己难受,梦回校园被媚男的老师霸凌的时候 楼上你不是一个人 我们初三女老师还有句经典名剧 在贴吧永流传,女生太boring了 还是男生有意思 只有我注意到,这次居然有玩家带着女儿吗 这女的是准备boss来了献祭自己女儿吗 小女孩看起来挺可爱的 就是不知道还能活多久 我看她妈也是风韵犹存 早知道我也报名这个新副本了 母女一起收了 嘿嘿 楼上出生的ID大家记住了 禁副本碰到一次杀一次 我的目光从弹幕回到眼前的教室 小锦已经目光涣散 我喊了一声融融,对她眨了眨眼 她弯起唇角,兴高采烈地举手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胖老师的目光果然转向了我们 田田趁机拍着小锦的脸 想要换回她的意识 周航不屑地看着我 逞什么英雄 看你们有什么能耐 荣荣指着书上的习题 向胖老师请教 对方却不回答问题 反而很生气地拍着桌子 谁允许你提前学新的知识点 我见多了你这种自以为是的女生 你以为自己很聪明吗 我告诉你 女生就是比不上男生会学习 荣荣指了指墙上的时钟 原来这是新知识啊 我听到隔壁老师已经在讲这一节了 老师你再不开始时间就不够了哦 吴年涛在后面笑了一声 胖老师文言果然顾不得为难我们 急忙跑到讲台上将书本翻得极快 弹幕一下子炸开锅 这不是难度SSS的新副本吗 就这 运气好吧 游戏里成英雄的能有几个好下场 我看着面带感激的田田和小锦 微微一笑 烂好心会害人害己 但是在安全范围内 团结玩家能更快通关 下课领响后 胖老师收起课本 将两把钥匙扔给我们 宿舍楼在小树林后面 抓紧时间回寝室洗漱睡觉 如果让生活老师抓到你们在外面游荡 他推开窗 发出音哑难听的吱哑声 就会像他们一样 我看着窗外张树上 挂着如中乳式般林立的尸体们 伸手捂住荣荣的眼睛 其他人的脸色也难看起来 这所学校的布局很简单 从大铁门进来后 两侧分布着 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个班的教室 教室办公室在教室尽头 而走到教室办公室附近往右拐 便能看到那片树林 学生宿舍就在树林的后面 我和荣荣 以及田田 小锦住进了女生宿舍 吴年涛和周航 走到了对面的男生宿舍 我从阳台府看着 发现食堂就在宿舍后面 不远处还有个简陋的 长满荒草的操场 这里的学生都和课堂上的一样 木讷无言 好在宿舍正好分成四人间 没有那些怪异的学生 小锦脸色苍白 我才发现他一直在流鼻血 他先去洗手间洗漱了一下 收拾干净后 郑重地向我们道了谢 荣荣有些兴奋 因为身体不好 他在现实世界里 没有这种助校的体验 现在看什么都很新鲜 我帮他扎好了两个小舅舅 看着他那双 因为兴奋而闪烁着暗红光芒的眼睛 没忍住亲了又亲 见两个年轻的女孩 都似乎安顿好了 我开始自我介绍 我叫江曼 职业是心理咨询师 这是我女儿江荣 这是我和荣荣第三十次进游戏副本 我才刚说完 对面两个女孩不育儿童 且满脸惊讶地对视了一眼 弹幕则开启嘲讽模式 我服了 吹牛逼不打草稿是吧 三十次 真以为游戏副本是菜市场啊 受不了这女的一脸装逼的表情了 能不能来个怪把她灭了 小女孩摊上这么个不靠谱的妈 也挺可怜的 不知是不是因为等级低 看不到弹幕 小锦并没有被影响到 她先开了口 我叫徐锦 S大大三学生 这是我第三次进副本 我叫林田 我也是S大学生 和小锦是社友 这也是我第三次进副本 她顿了顿 补充道 我和周航是情侣关系 不过也是进了副本之后 我才发现 她和从前很不一样 她露出些尴尬抱歉的表情 徐锦拍了拍她的肩膀 无声安慰着她 我并不关心玩家的感情生活 静静等她收拾好情绪后 签着荣文问他们 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教室办公室 他们都有些迟疑 可是那个老师说 被生活老师抓住 我推开宿舍门 从楼梯栏杆上 俯视着一楼的生活老师 那是个层层肥肉 堆积起来的怪物 如果说胖老师 还能看出是位女士 那这位生活老师 只能说是出具人形 奇怪的是 他身上穿着的衣服上 印着个黑色小熊 跟他整个形象很不大 而从他身边经过的女学生 都战战兢兢地低着头 毫无疑问的是 这是个和胖老师 一样严苛的老师 我牵着荣荣的手下楼 打报告 老师 好像有人带男生上六楼了 怪物立刻发怒 层层叠叠的肥肉都荡了起来 发出难闻的腥臭味 熏得荣荣眼泪都出来了 小姑娘从口袋里 掏出一块粉色的 印着小兔子的手绢 一边递给她 一边吸了吸鼻子 老师 楼梯上有人洒水没干 您走路小心点 对方如动的步子顿了顿 随即飞快地接过帕子 但是在楼梯上 如动的速度 却变慢了 小景和甜甜惊诧地 在一旁看着我们 我和荣荣 堂而皇之地走了出去 听了周杭的抱怨 我才知道他们 是翻窗户出来的 还被室友告密了 周杭用了 在上个副本意外 得到的道具才脱身 此时他很怨恨吴年涛 因为是吴年涛 先开口要出去找道具的 他的不满 在看到荣荣之后 似乎有了宣泄之处 都怪你这个臭娘们 还带个小奸货 不然三个男人 肯定能顺利果冠 我刚抬眼皮看向对方 林田和许景 就先张口骂他 能不能闭嘴啊 周杭 你还不如荣荣呢 安静的校园里 巢长的声音格外刺耳 吴年涛低耻一声 你们想死就叫大声点 但是别害死我们 或许是因为吴年涛的斥责 或许是因为失灵的恐怖 他们终于安静下来 我们分开查看着办公室 发现每间屋子上面 都锁着一把大锁 唯有镜头门牌上 写着校长室的房间 不仅大门敞开着 灯也是开着的 我还没先看一眼 里面有没有人 荣荣就先仗着个子挨 钻了进去 我下意识跟进去之后 才发现这个房间里 到处都是玩具 吴年涛刚进门就提醒到 我用了加强武感的道具 这里有很重的血腥气 大家最好不要随便触碰东西 弹幕也难得透露出一些信息 不愧是SSS级副本 论坛上刚刷新 这个副本从发布到现在 通关人数为零 99%的队伍 都是在这里团灭的 这些玩具 应该就是小boss的了 吴年涛显然和我一样 等级比较高 能看到弹幕 我还没开口 他就提醒大家 不要碰玩具 尤其是桌上那个小boss 最喜欢的飞机玩具 我专心查找着角落 很快发现 一串有些生锈的备用钥匙 刚要去拿 周航冲过来抢了过去 他跑得太快 还撞到了正在盯着玩具飞机 愣神的荣荣 导致飞机从桌上掉了下来 一只机翼摔裂开了 我还没来得及骂周航不长眼 他反而先骂起荣荣 这可是小boss最喜欢的玩具 你这个小拖油瓶 是想害死我们吗 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 爬出一个黑发红铜的小男孩 下半身拖着长长的舌尾 荣荣被吓得哇的一声哭了 弹幕嘲讽道 吵得烦死了 小boss能不能快点弄死 这对碍眼的母女 好戏来咯 最爱看这些自以为是的玩家送死 已经准备好录屏了 到时候上传到网上 看到这么漂亮的母女被撵成肉泥 估计会有不少人打赏 发财了发大财了 出人意料的是 小男孩却用尾巴卷起玩具 送到荣荣面前 妹妹 你别哭了 而我也终于闻到了一股熟悉的 属于大型冷血动物的潮湿 粘密的气息 从天而降的蛇尾 缠住我的腰身 硕大如灯笼的红铜 贴上我的脸庞 乖乖 吴早就说过 你逃不掉的 在所有人愣证时 吴年涛作为老玩家反应最快 他高喊一声 快跑 其他人后知后觉 往门口挤去 周航在发现 荣荣正好挡在他面前后 一把将他推向小boss 小景听到荣荣的尖叫声后 要回头去拉他 却被田田抱住胳膊 你不要命了 管这种废物干什么 周航则直接一把 将两个女孩推开 自己往外跑 只是刚走到门口 他就发出一声惨叫 血浆四溅 一个穿着保安制服的中年男人 拎着斧子 砍下了周航的右手 断手啪哒一声 掉在地上后 保安像文件什么美味 趴在地上 将其塞进嘴里 在细碎的咀嚼声中 吴年涛等人 慢慢从保安身边走过去 周航就算满脸苍白 疼得快要昏死过去了 也只敢用衣服包住伤口 你这墙往外挪 再也不敢发出声音 我正在思考 这个保安之前藏在哪里 我们进学校的时候 并没有看见他 忽然小腿一凉 Boss的尾巴 钻进了我的衣服 乖乖 别看他们了 看看吴 小Boss的红桶 都瞬间变大了 他吓得抬起尾巴 肩捂住容容的眼睛 妹妹 我们去玩捉迷藏吧 而容容看了一眼 满脸通红的我 也点了点头 甚至主动拉住了 他那双混沌发黄的眼睛 露出恶心黏腻的目光 上下打量着容容 小妹妹裙子真好看啊 要不要跟陈叔叔去保安室 我的眉头皱了起来 下意识挣扎了一下 大Boss轻而易举地松了手 正有些奇怪时 他的尾巴抽了抽地面 喉咙里发出一声低吼 地面摇了摇 我头晕了两秒 扶住桌子才站稳 保安像遭受极大的痛苦 他一边呕吐不止 吐出黑泥般的内脏 一边不停在脸上抠着什么 很快 他扣出双眼 扣出舌头 地面一片狼藉 小Boss牵着荣荣走远 门也被一阵风关上 嘈杂声渐渐归于林 屋子里只剩下我和大Boss 四周一片寂静 似乎这个世界上只剩我们俩 我忍受不了死记 率先开口 玉精子 你怎么会在这里 他低下头 巨大的舌头 在即将压到我肩膀上时 幻化成了一个英俊的男人 冰冷的舌尖 舔尸在我的脖子上 很意外吗 吴可是 找了你很久 弹幕飞快递刷过 这什么发展 我看的不是恐怖游戏频道吗 很喜欢恐怖游戏 频道观众的一句话 啊 这什么人外强制爱戴球跑文学 我怀疑 这个世界是本巨大的言情小说 我感觉无比丢人 好在我有高级权限 于是干脆关了直播 我心虚无比地抱住他的腰 开始演戏 其实当初抛下你回到现实之后 我就后悔了 后来荣荣又生病了 你不知道我一个人 带着他跑遍了医院 有多害怕 有多想你 说到这里 我鼻子一酸 长久以来压抑的情绪 忽然瞬间崩塌 我越说越伤心 眼泪直接淹没了他的上衣 还趁机挠了他两下 直到对方无奈地叹了口气 抬起我的下巴 将泪水吻去 这么多年过去 你这倒打一耙的习惯 倒是没改 我瞪了他一眼 看他的怒气似乎消了 忍不住蹬鼻子上脸 那你能告诉我通关的方法吗 他似笑非笑 慢慢 你以前好歹还知道哄哄我在开口 现在都直接跟我要了吗 我想起以前自己是怎么哄他 脸一点热 我故意撇撇嘴 捡起地上的钥匙 切 我肯定能自己找到办法 说完我就往外走 却被蛇尾卷了回去 按在墙上 一小时候 我整理好凌乱的衣服 离开校长室 后面还跟着一脸艳足的大蛇 我们在狮林里 找到了荣荣和小boss 这两倒霉孩子 玩的什么躲猫猫 竟然藏在尸体后面 要不是玉精子提醒 我都找不到 玉精子送我们到宿舍楼下 生活老师本来正要 经历了十几台风 抖得怪可怜的 却还是坚持不让他进楼 最后 我是牵着小boss和荣荣进楼的 天都快亮了 但是宿舍里没有人睡觉 听见推门声 林田和徐瑾 像应激一样叫出声 看到是我和荣荣之后 徐瑾激动得快哭出来了 慢慢解 还好你们没事 真的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丢下你和荣荣的 林田打断了他 徐瑾你什么意思 你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故意的吗 我还不是为了救你 随即他恨恨看向我 都是你女儿惊动了怪物 才害我男朋友断了指手 你说的怪物 是他吗 我挑眉 转身拍了拍小boss的肩膀 来 儿子 给他凶一个 小boss满脸通红的 从我身后走出来 呲了呲牙 林田吓得尖叫一声 怪物 你们都是怪物 说完他冲到阳台上跳了下去 我捂住小boss耳朵 不听不听王八念经 徐瑾也吓了一跳 连忙跟过去拉他 但是晚了一步 好在楼层不高 下面又有绿植 林田一蹶一拐地爬了起来 任凭徐瑾怎么喊他 也不肯回头 我将床拼在一起 劝了句 徐瑾也去睡觉后 自己和两个孩子挤在一起 看着小脸红扑扑的小boss 我有些愧疚地开口问他 你如今 叫什么名字 他微笑道 父亲说你喜欢芙蓉花 所以给我取名叫江心 给妹妹取名叫江蓉 我在书上看到了那句诗呢 江心淡淡芙蓉花 我眨了眨眼 强忍着眼泪 这种感觉 和我脑海里一直铭记的 对玉精子强迫我的恨 相悖 我心绪反乱 亲了亲两个孩子 让他们快点睡 一闭眼 却情不自禁想起 第一次见到玉精子时 当时我还是孔游排行榜前五玩家 代号便是一朵芙蓉花 那是个古代的副本 我被几个专门在游戏内 劫杀抢夺道具的玩家 围追堵截 走投无路拾进了地灵 帝王穷极一生 都在追求长生 灵园里摆满各种搜集来的丹药宝器 就连墙壁上都雕刻满经文 和仙人羽化的景象 旁边布满灰色的文字 看得我眼睛晕 走到地灵尽头最深处时 我才发现 帝王棺木竟然不在此处 正中间一尊长着蛇尾的男人雕像 俊美如神奇 我情不自禁走了过去 摸上他的脸 直到一阵眩运 我猛然回神 才知道这雕塑有问题 连忙收回手看向四周 墙壁上的画会的是 安琪生正仙 位置瘟疫上山采仙草 九节昌仆石 失足坠崖 驾鹤成仙 以及奇龙去玉京朝拜天地 等等图景 另有小字 呼蛇为玉京子 何也 约 西安琪生长跨斯龙而朝玉京 故号之玉京子 刚看到这里 我就听到脚步声 我没想到他们这么快 又气又愤怒 迅速地一口亲在 大蛇性感的唇上 绕了一大圈没路走 浪费我一个道具 亲个嘴不为过吧 我一边想着 下次进副本 一定要把他们一个个弄死 一边用了自己最宝贵的 一个道具替身娃娃 从游戏中脱身 我回家睡了一觉醒来才知道 不仅地灵坍塌 参与这个副本所有的玩家 除了我 无意生还 我汗流加倍地睁开眼 以前的我 怎么这么欠呢 但是 每次回忆到这里 都会戛然而止 后面的记忆 变得特别模糊 只记得玉京子 似乎跟随我进了很多副本 又逼迫我生下双生胎 想要将我永远囚禁在副本里 我一边答应 一边哄骗他 帮我通关后 将孩子们带出副本 但或许是因为 新兴的体质特殊 我只成功将荣荣带了出来 三年前 他身上出现了很明显的蛇化 同学老师发现 他会退皮后 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更要紧的是 每次退皮 他都会痛到在地上打滚 甚至会忽然窒息冰死 我不敢让他上学 带着他到处看医生 但不仅没有找到解决方法 还差点引起官方注意 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重新上了游戏论坛 竟真的搜索到类似的道具 可以让被异化的人类恢复正常 或帮助其他种族的怪物 净化成人 走投无路的 我只能重新进游戏 因为带着荣荣 这次我一直很小心地 维持普通人的人设 以免被人盯上 进了副本后 荣荣不仅不再退皮 似乎也不怕什么怪物血腥 有时候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感慨 不愧是我和玉金子的女儿 外面广播响起 我连忙叫醒两个孩子 帮他们洗漱 今天你们俩都跟妈妈 一起去上课好不好 双胞胎同时点头 直到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是昨晚的保安 但她的身上 完全看不出昨晚的惨状 像个普通的保安一样 巡逻校园 就连身上的保安符 都干干净净 只是看到欣欣路过时 她表情僵硬地 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汗 我目光一顿 留意到手帕上印着的兔子 于是我停住脚步 蹲下身摸了摸欣欣的头 妈妈忽然想起 有点是需要晚点去教室 你陪妹妹去上第一节课好不好 她极为乖巧地点头 我目送着他们 往教室走去后 改道回了宿舍 宿舍楼空空荡荡 生活老师似乎上楼去了 脚步伸很远 我从昨晚捡到的钥匙里 很快找到生活老师房间的 闪身进去后反锁起来 屋子里很乱 基本上遍地都是垃圾 只有桌上的记录本干干净净 只是有些泛黄 看得出来用了很久 她似乎很重视 宿舍楼里同学之间的矛盾 随便翻到的记录都很清晰 一段几年前的记录 引起我的注意 3月7号 209宿舍发生矛盾 以警告 3月8日 209宿舍发生矛盾 以通报班主任 3月9日 209宿舍发生矛盾 以解决 直到3月10日 这些字体忽然从普通的黑色 换成了红色 字迹也变潦草 209宿舍其他人退学了 为什么 为什么她死了 其他人会退学 不是好事吗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老师是不会错的 看到这里 我决定去209看看 没想到刚出来 就和本人撞上了 对方怒不可遏地冲过来 掐住我的脖子 坏学生 坏学生 还不去上课 我快被空气里的臭味熏晕过去了 捏着鼻子道 老师 你想知道209 为什么集体退学吗 对方果然愣住了 我趁机闪身往二楼跑 209的门上 挂着把生锈的锁 我听到后面的动静 吸了口气后 一脚踹开宿舍门 玉精子的声音悠悠在我后面响起 看来吴的担心 实在没必要 坏了 人设崩塌了 我转身抱住他的胳膊 你没听过一句话 唯母则刚吗 玉精子自顾自走进209 怎么没听说过 我还知道一句话 我见他这个老古董 难得卖一次关子 跟在后面追着他问 什么话 他顿了顿 似乎有些难以启齿 看到我满脸的期盼后 他才清了清嗓子 一本正经开口 我知道你很强 但是从今以后你不用要强了 因为你的强来了 我扑进他怀里 掩饰我快要被笑晕过去的表情 半嗓才松开 这些玩家都在游戏里 传播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玉精子难得耳根有点红 他一开目光 既然你想听这些 我多说说也无妨 我怕他再蹦出一句 连忙转移话题 问他这个房间是不是出去的关键 可惜他似乎没有要给我提示的打算 我撇撇嘴 顺手推开卫生间 看到满墙的血后 情不自禁皱起了眉 退出洗手间 我翻找着其他地方 可惜大多数是没来得及收走的杂物 没能留下有用的信息 直到翻到几张纸条 肯定是叶婷婷偷的东西 你看他那个穷酸样 放心 等晚上他去上厕所 我们把他锁在卫生间 搜他的包就好了 叶婷婷居然暗恋班长 笑死人了 这下 估计我们叫他 往东他都不敢往西了 昨天我们骗叶婷婷去保安室 他一晚上没回来 真没事吗 别提了 是他自己傻 跟我们没关系 我收起纸条 心里有了数 估计时间差不多了 匆匆跟玉精子道别后 赶去上第二节课 刚进门 我就看到讲台被鲜血浸染 变得暗红 而教室里也少了一个人 我坐在荣荣让给我的位置上 正要问他 吴年涛似乎有预感般 先开了口 林田昨晚夜不归宿 被保安抓了 我诧异地看向他 吴年涛脸色铁青地补充道 今天第一节课是解剖课 保安刚才当着我们的面 在讲台上包了他的皮 我看向徐瑾 他双眼通红 恨恨地看着周航 我猜想林田的死 估计不止这么简单 但是我实在对这对情侣 没啥好印象 便没再主动开口 倒是两个孩子有些无聊 一直追问我去哪了 我拿出209的纸条 给其他人传阅了一遍 刚好上课林响 我看着熟悉的胖老师 甚至诡异地产生了一种安心感 于是率先举手 老师 有人逃课 胖老师文言摔了书 气冲冲开口 胡说 教室里的位置明明坐满了 我一字一句道 老师 可是叶婷就没来上课呀 哦不对 整个209都没来 老师您一定要狠狠惩罚他们 他满腔的怒火 像扁了的气球一样消散 209的人都退学了 以后不准在学校里提他们 可是 我好像看见叶婷婷了 他不仅回了209宿舍 还去了保安室 胖老师终于爆发了 他在讲台上走来走去 夺着步子大声道 叶婷婷就是心思不放在学习上 你们跟他学 就不会有好下场 他开始胡乱指着班上的学生 大吼大叫 看看你胖成什么样了 吃得比男生还多 看看你脸上的痘痘 真恶心 谁准你图指甲油 想要勾引谁 他冲下来 将那个学生的手指 一根一根掰断 两久 他终于平静下来 回到讲台 我若有所思地看着他的脸 差不多知道了 这个副本的关键 只带查证 我打个哈欠 他桌上睡了过去 下课记得叫妈妈 但叫醒我的 却是玉金子 他坐在桌上 蛇尾蹭了我的脸 禁欲高不可攀的神奇 和暧昧堕落到极点的欲望 在他身上 矛盾地结合在一起 我勾着他的脖子 迷迷糊糊地想 退一万步来讲 我就没有错吗 直到冰冷地稳 逐渐危险地向下 我打个机灵清醒了 推开他无语地往外走 你那么逆天的技能 用在我身上 也不怕把我变成傻子 玉金子跟在后面 委屈八八 我怎么可能 让你变成傻子 再说 就算你变成傻子 他停顿了下 认真思考了几秒后继续道 似乎也不错 到时候 你就只能留在我身边 我本来在找保安室 听到这句话背后一凉 连忙道 变成傻子 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也不会喜欢你了 哦 原来你现在喜欢吴 我被噎了一下 好在他似乎 因为这句话心情很好 甚至给我带路 找到保安室 不过 我看到屋里灯亮着 便没有进去 只是站在窗边看了一眼 屋子里似乎 没什么特殊的东西 保安躺在床上 呼噜打得震天响 锅里包着汤 油腻腻的味道飘出来 因为玩家不需要进食 我一直没去食堂吃过东西 腹中空空 而吴年涛和许锦那边 却有了收获 他们抱着试试看的念头去食堂 结果在地上 捡到一张寻人启示 上面写着 爱你金月 体型微胖 在校内失踪 要紧的是 寻人启示中着重描写 女孩很喜欢穿 印有小熊的裙子 我脑海里闪过什么 接过寻人启示 仔仔细细查看 寻人启示的口吻 似乎是孩子父亲 说着爱女 写的却是 这孩子寄宿一年 都没接回家过 只有一通半年前的 哭诉的电话 让他怀疑 女儿曾经在学校受到欺负 许锦在旁边叹了口气 这种父母真是缺德 孩子半年前就打电话哭诉 也不把孩子接回去 我看着寻人启示贴王 估计也就不了了之了 接下来几天 我们陆陆续续在学校角落里 捡到金月的寻人启示 也终于找到机会 溜进保安室 在他的床底下 我找到了大量 属于女学生的私物 包括一件 印着小熊的裙子 吴年涛捶了下墙骂道 畜生 就在所有人脸色 都有些沉重时 外面忽然传来脚步声 我们对视了一眼 脑海里都浮现了 林田的下场 迅速往外跑 保安看到我们 发了狂誓地 将斧头朝我们砍过来 徐锦体力不如我们 很快落后 就在保安的斧子 快要落在他身上时 一个肥胖的身躯 挡在他面前 是那个生活老师 或者说 是那个在校内 失踪的小女孩 金月 斧子砍在他身上 毫发无损 双胞胎在他后面 大声道 月月姐姐好棒 保安则在看到双胞胎后 吓得瘫乱在地 我将刚才 搜到的小熊裙子 递给金月 她捧着裙子 大声乌叶着 整个人就像一团 被弄脏的棉花糖 慢慢融化了 变回了一个 脸庞圆润 有些可爱的胖女孩 只是腹部一个血洞 还在流着浓 就在这时 欣欣将角落里的周航 揪了出来 她这几日神出鬼没 大家都以为 她是自己在找线索 没想到她一直憋着坏 刚刚故意引保安回来 欣欣甩了甩尾巴 将周航抽向保安 后者的怒火 正好在她身上得到了发泄 金月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爸爸妈妈 有了弟弟之后 就不喜欢她了 再也没有人给她买新衣服 周末也没有人接她回家 好在学费里 包含食堂的三餐 虽然很难吃 但是只有吃饭的时候 她才会忘记温暖的假 但是室友们 越来越不喜欢 跟金月走在一起 学校的小树林好黑 好可怕 还好保安陈叔叔 每天都送她回宿舍 那天陈叔叔说她炖了肉 问她要不要去吃 金月咽了咽口水 点了头 她每天吃很多米饭 馒头 食堂的标准餐 是没有肉的 陈叔叔还说 可以在她那里洗澡 不过要陪她玩游戏 忽然有一天 所有人都用一种 奇怪的眼神看着金月 他们发出 令人不适的笑声 她向老师求助 对方却说 一切都是因为她吃得太多了 不懂和异性保持距离 根本不像个女孩子 所以父母更喜欢弟弟 老师也会更喜欢其他同学 金月愈发不敢交朋友 跟别人说话 也不敢再去找陈叔叔 她每天躲在宿舍的床上 吃很多东西 觉得只要自己死了就好了 她的腹部 随着时间流逝慢慢隆起 最终破开 她死在了床上 鲜血浸染到室友们的床铺 才被人发现 因此她死后 魂魄进入游戏 担当宿管时 才会是不可名状的肉团状态 而同样的是 后来也发生在209的李婷婷身上 李婷婷在室友的哄骗下 半夜出门 遭遇侵害 她在浴室割腕了 事后 其他人集体退学 这件事 让金月很长一段时间 都处于矛盾之中 在所有人嘴中 李婷婷也好 金月也好 都因为不够守规矩 不像个女孩 所以该死 副本里这些呆板木呢 不敢发表意见的学生 才应该是好学生 既然她该死 为什么其他人会退学 看着金月脸上的茫然 我从口袋里 取出一根给荣荣备用的橡皮筋 帮她梳理着头发 月月 那是错误的 欣欣生来便是蛇尾 所以我没能带走她 融融三年前出现异化 所以我带她退了学 你看 不上学也没什么大不了 要走出学校 看看外面的世界 才知道 这里是一个扭曲的世界 不要把扭曲当常态 等你有了小兔子 小猫咪和小狗 就不会再抓着小熊 紧紧不放 金月低声哭泣着 但肚子上的伤口 却慢慢愈合 她终于变成了小女孩的模样 咦咦咦 我送你们出去吧 不然华老师来了就麻烦了 我还没开口 天色忽然暗了下来 金月急得跺了跺脚 一一快走 那个蛇怪来了 就走不掉了 下一瞬 其他人便消失不见 我落入一个熟悉的怀抱 慢慢 你如今解谜的速度愈发快了 我翻了个白眼 带着星星这个小boss 跟带着个外挂有什么区别 我的心情 和一开始看到她的时候 早就不同 或许是因为 她和我记忆里 那个会强迫我的怪物太割裂 或许是因为对星星的愧疚 我亲了亲她的猴姐 我要去的下个副本 是人鱼宫殿 你记得带着星星提前等我 玉精子的红铜闪了闪 兴奋地将我压在身下 不知过去了多久 我在混沌间 看到她稳了稳我的额头 慢慢 无论在哪里 我都会找到你的 下个副本见 随即 我的眼皮变得沉重 直到再也睁不开 而那团迷雾一般的记忆 却在这一刻 像潮水一样涌来 玉精子恼怒于我的冒犯 总是在副本中 给我制造各种困难 又在千军一发时救下我 一开始我故意勾引她 利用她过关作弊 后来却忘了初衷 对她动了情 甚至为她生下双生胎 但是我们没想到 荣荣在孕期没有发育好 生下时像个孱弱的人类 无法在这里生存 她的父亲再强大 也束手无措 而我每次带着荣荣回到现实 她就会很快恢复健康 最后 我不得不带着荣荣通关离开 直到玉精子 找到离开游戏的方法后 去现实找我们 离开前 玉精子担心 我会因为割舍不下他们父子 趁我不注意 给我植入了错误的记忆 以为自己是被她抢破 我睁开眼时 看着天花板 泪流满面 起身时却看到 躺在身侧的两个孩子 而欣欣的尾巴 竟然也变成了 和荣荣一样的双腿 她似有所感 先睁开眼 抱住我喊了声妈咪 欣欣仰起笑脸 父亲已经找到了 进入现实的道具 但是这个世界 可能承受不了父亲的力量 所以让我来陪您 我才明白 玉精子说的那句 下个副本件是什么意思 虽身处不同的世界 她却为我安排好了一切 清晨的阳光 从窗户洒了进来 照在我的脸上 阴霾散去 我开始期待下一场重逢 全文完